XYG1比4不敌GK惨遭淘汰 张大仙难受光促光波 由于XYG主教练和助教都仰望 只能让赛讯总监灵斗顶上 虽然今天XYG在BP上落于下风 但选手的状态才是输掉比赛的关键 第一把XYG开局节奏非常好 甚至在经济上还有小优势 但就因为上路的一波的压塔 西河和林梦都往后撤了 秀多一个人站在三个人脸上输出 GK这肯定忍不了 阿改的懒博直接闪顶 接上蓬蓬的阿古朵大招 GK瞬间打出一波林幻二 然后迅速五人抱团直接推中 XYG根本处理不了兵线 随后GK开始入侵野区 百兽的马超反应太快了 GK打赢团战后 马超迅速又把XYG中高拖了 最后一波团战 XYG根本没有配合 一个接着一个上 林梦倒完九月倒 最后剩下两人还被王昭军冻住了 直接喷过去喷到了一个马可波罗 那朋友大肉机场是直接被王昭军的闪现给躲了 哎呀 GK团灭XYG后轻松一波 第二把GK拿出三Poke阵容 沈梦西加莫子首约 而XYG这套阵容是打真地战的 面对Poke流毫无办法 根本没人能摸到首约 中路一新首线能力也并不强 GK把人打回家之后再慢慢摸塔 蒙田加首约推塔简直不要太快 最后XYG被打击了出来抢龙 被GK抓住机会打出零换三 然后顺势一波 这把确实是阵容打不了 此时XYG大比分以0比2落后 张大仙有点崩溃了 只好给队员们发个信息加油 第三把XYG拿到了大乔老夫子组合 而GK这边拿出了东皇加连坡去破电梯 这把双方的阵容都还行 开局XYG在下路抓死孟兰 但是中路的林梦也被开了 在比赛十分钟 GK这边换萌有点慢 虽然东皇大招咬住了老夫子 秀斗的李源芳四标暴死了连坡 孙上香翻滚下来也被留下 XYG乘胜追击打了GK一波团灭 XYG终于打出了一波好团 但是GK的韧性很足 三高破了还是拖到了风暴龙王 最后一波团占GK主动开团 蓬蓬的蓝直接往XYG人堆里冲 被林梦的大招分割了战场 XYG再次团灭了GK顺利一波 看来张大仙的这条短信有点用 但是XYG第四把又被碾压了 GK这边的关羽加凯加一心太无敌了 横碰的凯大招一开无脑反栏 这把摆受的关羽太顶了 GK瞬间打出一换三 XYG开局就崩了 随后凯配合一心 同样的套路不断反栏 在上路的一波 XYG看到了关羽 秀斗的公孙迪却还被推到了塔下 这波XYG的反应太慢了 已经彻底崩掉了 这把不到13分钟 就被GK轻松拿下 第五把GK的一手长鹅选的很妙 这个阵容太肉了 逼着XYG只能拿马可波罗 这样GK就有三线优势 果然XYG开局就陷入练势 中路一塔早早就被破掉 一直被GK压着打 在破掉XYG三路高地之后 GK想直接一波 秀斗的马可转了一个满大 团灭了GK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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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XYG该如何改变呢